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集要带您来看看 乌俄以及乙黎的冲突 首先我们先带您看看乌俄战争 目前的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俄军的攻势还是相当猛烈 在猛攻红军城 那么当然呢 这个乌克兰还是锁定了库斯克地区 但是双方的局势是怎么样呢 是每日发射4600枚炮弹 俄军强攻这个红军城 两军陷入对峙 乌军95旅突破了库斯克的防线 在俄军的部分呢 他们每天发射多达4600颗炮弹 但是乌军每日的炮弹消耗量 大约是2000发 所以比起来 其实4600跟2000是有点悬殊的 那么目前红军村已经是 目前完全沦落在这个战火当中 乌军的第95旅呢 现在也在乌俄边境取得新的突破 这些突破的区域好像没有太大 就是有一点点斩获 那么现在新战场的这个狐狸达尔 遭到俄军三面围攻 道路中段有埋伏 乌军只能徒步9公里增援抢救 俄军现在猛攻这个地方呢 俄军的炮兵也在这个地方使用一个新战术 就是为乌军留下一条狭窄的撤退走廊 如果乌军使用该走廊 俄军将使用现在可以用的弹药 攻击他们撤退的残部 那么现在狐狸达尔已经被俄军三面包围 唯一通往城市的公路也被俄军给切断了 所以呢趋于下风的情势 乌军不惜一切也要保卫这个地方 那么目前乌军在前线打战 他们的总统泽伦斯基呢 则是跑到了美国白宫去 希望美国可以多多增援 那么拜登也宣布了军援乌克兰超过2500亿抗恶的武器 那么美方重申将持续提供援助 协助乌克兰守护自由跟国民安全而战 直到迎接胜利 有人就认为美国前面才说要停战 但是在背后似乎还是持续的在摇旗呐喊当中 我们待会来看到现在就连以离战争 美国是不是都还在助阵 透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现在除了跟巴勒斯坦打仗之外 还有黎巴嫩 甚至伊拉克伊朗跟叶门 都有五支战线同步在进行当中 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南郊 现在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 因为以色列说他们要轰炸真主党总部 虽然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目前是没事的状态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烽火 可以说是相当的惊人 消息人是说这以军空袭贝鲁特南郊 目标就是要针对真主党的领导人 不过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成功的状态 只不过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跑去联大来做发言 但是似乎很多国家都不给他面子 我们带你看看这一段画面 我们带你看看这一段画面 好可以看到这个尴尬场面呢 在这个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上台之后 很多国家的代表都赶快离席了 尤其是现在他传出来攻击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南郊 美国赶快跳出来说事先都没有收到以色列的通知 不知道他们要做这样的袭击动作 但是现在以色列想要空袭真主党来做斩首 拜登下令要调整中东的战力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锁定斩首歼灭真主党的高层 担心中东会陷入全面大战 美国总统拜登下令五角大厦 应该要评估调整美国的军力 那么美国又同步警告以色列不要跟黎巴嫩锁主党全面开战 有人就认为了你上一秒说不要开战 下一秒却又说要派兵 那不是自相矛盾就在背后摇旗呐喊的意味相当浓厚吗 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 联合国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 呼吁要解决这尾巴跟俄乌战争来发展经济 王毅呢呼吁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在乌克兰的问题上要用对话谈判来解决危机 在巴勒斯坦的问题上要推动加萨尽快实现全面的持久停火 有人说现在是不是美国呢 已经没有办法当这个世界警察 应该要中国来出手 中巴要多国谈乌克兰王毅说 召开一次国际合会公平的来讨论所有的建议 中国跟巴西在召集这个发展经济国家支持 以上结束恶务战争的计划 有17个国家出席了 大陆外长王毅跟巴西的外交政策顾问来主持 王毅就说应该要公平讨论 而且他们反对以危机当借口加强制裁的力度 很多人就认为这根本就是冲着美国而来 这样的会议王毅跟布林肯在会面之前举行 17国包括了这像是阿尔及利亚 伯利维亚 哥伦比亚等等 洋洋洒洒的国家都有参加 美国跟欧盟都没有参加 但是法国宣洋利瑞士也派出了观察员 几个小时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回应了 会支持中国跟巴西的提议 只是表示这样子的会议 对于恶务和平可能会有所帮助 但是有人就质疑了 美国是不是还是不想放弃代理人的战争 不过说到打架 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舰长 目前这个红军城的状况到底是如何 我们在讲红军城之前 我们先讲讲胜利计划 什么是胜利计划 也就是库斯克的部分 我们看库斯克 那这是22号 这个是27号最新的两张图 那我们看到这两张图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的观众会有一种感觉 好像打不动 因为这个蓝色的位置 其实也就是现在 在乌克兰它所控制的区域 那这个红色的位置 也就是俄罗斯它反攻的一些区域 那我们来看22号到27号 这个已经六天了 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像是打不动了 那所以大家会讲到说 那个现在俄罗斯被牵制住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场景 也就是刚刚主持人所特别提到的红军城的部分 这个红军城它的确切的位置在这边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是有非常多的铁公路交错的地方 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地方 那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好像也是打不动 那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地方 也就是这个南部的地方 这个南部的地方有没有发现 说它的那个位置慢慢向上推 意思是什么 这是真正的俄罗斯的胜利计划 俄罗斯的胜利计划 也就是它在库斯克 它在红军城 把你的主力全部拽住 拽住之后 我在别的地方打回来 我们刚刚讲的扎波罗是一个 另外一个哈尔科夫 哈尔科夫也是如此 哈尔科夫他现在渐渐的往南打 哈尔科夫也就是 我们看到在乌克兰的东北角这个地方 他越来越往南打 那这个也就是 我们所看到实际上的 现在的战果 所以之前 泽伦斯基一直认为 他打了一场好的战争 直接进入库斯克 没想到中了空城计 然后反而是 他当初从乌冬调过来的部队 全部都在那边 现在乌冬其实打的状况也不好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拽住呢 也就是把你在乌冬 在库斯克的地方全部拉住 然后我从其他的地方反攻 这个是俄罗斯真正的计划 那另外我们看到说 泽伦斯基他去访问了这个美国 但是他第一 他最主要的 他是要去白宫 要去联合国大会 可是他先跑到了哪里 他先跑到了 滨州的一个弹药工厂 还在某一个弹药上面 签了名 其实这个共和党非常反弹 这叫做什么 我们台湾的执政党也常搞 这就叫做执政优势 为什么叫做执政优势 因为他这样去做 好像就是给了这些军火工业的 真正的这些工人 也就是铁锈带的这些工人 好像是鼓舞 就是说赶快做更多的弹药 但是实际上而言 他们的人能做出的弹药就是如此 也就是说 美国虽然嘴巴上不断讲 他希望这个厄乌战争 能够尽快地回到台湾桌上 但是他的作为一点都不是 杨老师我们想问 这以色列去攻诈了这个 真主党的总部 美国赶快跳出来说 这我事先都完全不知情 美国每次都说他事先不知情 那只有这个中国大陆在试射 就是洲际飞带的时候 他承认他事先知情 我觉得这一次 俄乌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 核武大国是有势力范围的 核武大国之间 还必须要有缓冲区的 而那个缓冲区 从冷战到现在 就是代理战争发生的 最佳的场所 所以俄乌战争其实就是如此 过去还发生过 韩战 越战 两伊战争 柏林危机等等 好多 现在没有想到冷战结束了 沿的俄罗斯 苏联到俄罗斯 还是发生了俄乌战争 虽然攻击是俄罗斯 但我们现在都了解 一路走来 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经营 以及北约的东扩 所以使得这个势力范围 核武大国的势力范围被挤压 缓冲区被挤压 代理战争在进行 美国到现在给大概多少 光是今年四月份 就是六百亿美金给乌克兰 前年大前年这两年 起码也超过一千亿以上 美金 那我们这边写的这个两千五百亿 不对 这个他没有讲清楚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错 因为这是他换算成台币 因为这次泽伦斯基 跟拜登要了八十亿美元 那川普说 他每次来都会要个六百亿 不他今年给他六百亿了 所以川普就称赞泽伦斯基 当面称赞他 因为泽伦斯基见他 史上最伟大的业务员 每次来就带了一大堆钱走 然后他说 我当总统之后 我不会再给你钱 我要结束这个战争 那结束这个战争呢 那现在中国大陆 跟巴西提这个方案 六点共识 然后呢 希望就是说 大家不要在那边趁火 拱火 然后能够这个谈判 对不对 能够不要再把这个战争扩大 那周恩斯基就批判 哇 这个是完全不公平 不正义的 可是事实上 这个战争 你打人现在这个样子 各位你知道 乌克兰在战前四千万人口 现在大概跟台湾人口差不多 两千多万一点 怎么说 有一千万逃难 有一百万死了 那还应该有两千九百万呢 有将近五百万 已经在乌东地区 明年 马上这个月开学 他们的小学就要念的是 俄罗斯的课本 所以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你跟不要说 乌克兰的经济 大概只剩下 战前的四成不到了 所以各位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战争继续打下去 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悲剧 美国有没有能力 美国有能力 美国有能力 继续支持这个代理战争 但是拜登真的无能 他造成促使 这样子的一个战争 我必须要说 也许是引诱俄罗斯的攻击 然后他也没有去 想办法停止 他有能力停止 现在呢伟大不掉 国际新闻居然还一听到 也是他的消息 因为他的发言跟他的决策 已经不影响大局了 我们就要看 美国新的总统 11月5号 谁会来收拾这个残局 韩明哥我们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美国一直想要 当一个世界警察的角色 但看起来好像现在 都得靠中国大陆来 我选您怎么看呢 美国早就放弃世界警察 因为在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冲突当中 美国有尽到任何警察的责任吗 不是啊 他在帮着 他完全在帮偏价 直接帮着以色列到处去修理别人 那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已经没有资格当世界警察 那也因为美国如此偏颇的态度 其实也让美国过去至少有一些国家还期待 美国可以主持正义 现在大概全世界人没有人期待这件事 因为你美国就是 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然后呢 有的时候 比美国人利益更高了 是犹太人的利益 就是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美国已经把自己的 过去几十年累积的这些信誉 全部都丢尽了 那这次在 这个纳坦雅胡在联合国大会演的这出闹剧 那当然他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虚 他早就知道人家会虚 他的目的只要演给自己人看 表示我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一样在联合国是有分量的 我们讲话还是有人在听的 所以找了那么多人来 来在那边欢呼啊干嘛 对啊其实很难看 说真的很难看 因为他好像忽略一件事 现在是网路世代 因为你的其他的画面是会被 会被你的子民看到 以色列又不是整个把网路封锁掉 就算封锁人家可以 可以这个用VPN跳出来看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糗 他还是被人家看的一清二楚 以色列我必须讲他们这些作为已经把他在二战的时候被屠杀了这些 让全世界人对他同情已经一次解决了 以后世人不会再同情以色列 因为看起来你们是 当你们抓到权力 当你们拥有武力 当你们能够宰治别人生命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跟希特勒差不到哪里去 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以色列自己造成的这样一个后果 那问题是俄乌战争现在到底要怎么解决 我们看到 俄军每天4600发炮弹 然后乌军每天2800 其实我老实讲 现在双方看起来就是 打着完了 听起来 每天几千八很激烈对不对 我告诉你还好 为什么 我举个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索母核战役 你知道从6月24号到7月1号 8天的时间 你知道英军发射多少发炮弹吗 150万发 每天将近19万发 那还是一次世界大战 所以100多年前的事 所以 双方现在 现在其实在我看起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中型规模的战争 那 乌克兰当然得不到更多的援助 那 俄罗斯这边也 没有像以前那样 真的全员动员去打这样的战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乌克兰到底要怎么赢 我觉得越拖下去 乌克兰人是死的越多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周回来 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这集要来带您讨论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 尤其是最近A股真的是很夯 我们但以来看到的是呢 以这个彭博就说 这是一个疯狂的一周 中国的股市创进16年来最大单周涨幅 大陆股市自2008年以来创下最大单周涨幅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激增 凸显了习近平政府加大经济刺激力度之后 投资者的情绪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那么A股的创业版纸暴升了8% 创下历史盘中的最大升幅 外资加速进场中国股市对冲基金大佬更讲到了买一切中国资产 对冲基金的传奇人物David他就讲到了没想到大陆政策力度这么大 他说他一定会买一切大陆的资产 即使在最近的飙升之后 大陆的股市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那么至于高盛呢高盛怎么讲 他说呢周二单日呢净买入量 创下了2021年3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净买入量 也是过去10年来的第2单日净买入量 现在是不是被股民买崩了呢 上交所交易系统出现了delay 而且已经陆续恢复正常 但是原因还在排查当中 这事情发生在9月27号上午 A股有多位投资者直接反映 怎么开牌后上交所的股票交易系统就出现 没有办法卖出也无法撤单的情况之下 而且这样的状况还持续了一个小时之久 现在大陆整顿经济 美国媒体依旧是唱衰的状态 现在呢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号会议宣示要全力的 稳房市稳就业还要提振股市 继金融三巨头9月24号的联合记者会 发布降准粮码降存量房贷利率以及多项利多之后 中共的中央政治局还召开会议 承诺必要的财政支出要来部署 以实现今年5%的经济成长目标 这是继中国人这个 行等型金融监管机构公布组合权支持经济股市之后 官方这次明确表态要支持的重点经济 那现在要就经济了 中国央行启动降准0.5个百分点 央视新闻报导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宣布 要支持这个支持性的货币政策立场加大货币政策的调整强度 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精准性 为大陆经济稳定增长高品质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金融货币环境 那么要提振经济中国计划发行了9兆元的特别国债 那么有人说这也是新一轮财政刺激的政策的一部分 那么当然我们都应该看到是中国打出政策的组合权要来拼装一个经济的火箭筒 经济学家就讲到了政府官员还没有详细说明他们的计划要如何结束 长期困扰中国的房地产危机 但是如果经济要找到更稳固的基础的话 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 那么外国的投资者现在也欢迎中国经济刺激计划 但是保持一个观望的距离 那么根据这个投资组合的管理主管就讲到了 因为他们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但目前的计划是仅靠更多的流动性 无法实现长期投资者希望看到的持续复苏 虽然他们认为 大陆有通货紧缩 前景跟大陆房地产市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投资者才会把新的资金再度投入到中国大陆去 那么现在中美也还没破冰 会晤布林肯王毅说美方不能以两个面孔来对待大陆 应该要尊重来对话 他们两个见面之后 美国也释出了拜习将通话 就和中美双方高层最新的接触 但王毅直接讲了 你不可以总是两副面孔 一边肆无忌惮的围堵打压中国 一边用若无其事的跟中方对话谈合作 这样子的尊重态度应该先拿出来才对吧 但是我们待会看到路透社就说了 布林肯在会晤之后说 他跟王毅都认同两国领袖沟通的重要性 预计在未来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可以看到更多 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计划 那么现在大陆官媒也说了 王毅跟布林肯为什么一年要见四次呢 伴随着美国大选已经进入到关键阶段 现在拜登政府也在对华沟通上 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但是既要避免冲突 又要有对话情形之下 所以呢 他们现在为了大选呢只好一直不断的释出善意 但也要防止对手 用对华示弱来攻击自己 我们要先问一下寒冰哥 你怎么看现在大陆的A股 我可以说是 一柱晴天一直往上冲 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就是要 就是整个振兴他们的经济嘛 所以现在是政府带头在冲经济的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是非常 就是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 整个股市开始 起飞了 然后这个买气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虽然美国政府看谁 可是你可以注意到 高盛啊华尔街啊全部一致看好 你知道 他们那边有一个金融股市就是说在 他是虽然是在美国买卖股票 可是他在中国大陆上 在生产的这些企业 那些指数都飙升一个礼拜就飙升了 大概十几趴十一趴 蛮多的 所以这非常 厉害的一个状况 所以现在 才会有很多投资人是 至少在 最近的这段时间是看好中国股社会继续往上走 那当然 未来到底能够保持这样的冲劲 有多久就要看他未来政策到底怎么拿出来 因为中国大陆虽然宣誓他要去稳定房价稳定这个 这些相关的经济状况 可是实际的办法到底是什么 还是不知道 那你也可以看到西方很多媒体都在讲啊 中国大陆现在地方的很多银行啊 政府啊都破产啊 零块完蛋啊 可是现在看起来好像情况 因为我一直在看 我一直在观察就是 因为他们讲中国大陆这个情况已经讲了好几个月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中国经济 应该效益已经也要显现出来 看他经济开始往下 往下走啊 可是实际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状况 所以这些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大家自己可以去判断 那当然 我觉得中国大陆最重要的就是 你降息啊这些东西当然会有一定的刺激效果 重点是你新一步的经济走向 到底如何你的政策 出台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要赶快给大家一个 一个 能够遵循的一个方向 那至于说 王毅跟布林肯还是持续见面 那当然双方现在 尤其对美方来讲非常重要 因为他不能够在大选前出任何 乱子 因为现在 大选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如果如果这时候中美之间出什么严重的状况 当然这是民主党承受不起 所以他必须要 积极保持联系 可是我觉得 王毅跟习近平人是不是太好了一点 这时候根本不要见他 我如果是他我根本不见他 哈哈哈 就我就是不见你啊怎么样 因为 因为王毅已经讲了嘛你每次跟我 看我的时候讲一套 转身回去又做另外一套 那我干嘛一定要跟你见面 如果如果我是习近平这个时候我会认为说 等11月以后你们确定谁 是谁再来跟你谈 他还是蛮给他面子的 对啊他还是还 还愿意 跟他见面啊还愿意谈这些东西我觉得 有的时候人是不是太好 做人不要 这么好因为 对美国人 不需要做得好 为什么 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讲求实力的 一个地方 美国人是你有实力 我才会看得起你 你没有实力你对我再好都没用 该吃你我还是要吃你 所以我觉得 是不是可以减少跟 布林肯跟 拜登的碰面就让他急嘛 让他急一下又怎么样 那我们想问一下杨老师你怎么看现在中国大陆 寄出了很多政策似乎就是要来救经济 他最近提出了一系列的一些刺激经济的这个政策 里面主要比如说包含下调短期利率到1.5% 从1.7% 比如说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 然后呢降低房贷的利率 支持房地产的这个市场 涵盖高达5.3兆美元的现有的这个房贷 然后呢降低 2套房购买的首付款的比例本来是要25% 现在降低只要15% 他因为股票市场注入了8000亿人民币 所以你才看到就是上证啊 然后呢A股啊 然后呢深圳这些就开始的涨 从3%到6%的不同的这个比例 那因为原来的时代是降的太低的上海A股一度 低到只有2700点 现在来到了3085点 然后呢支持地方政府购买这个自销房屋的资金 所以后续可能还是会有 像是中期借贷的利率会下调啊等等之类 我觉得这都是在刺激就是市场的这个信心 我们现在看到 目前 不管是自己内部还是国际上的这个资金啊 都已经开始对他的股市做这个投注了 那我们现在看出口呢 那出口其实 这一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中国大陆的出口来到了12.13兆人民币 相较于去年增加6.9% 所以出口在增加 然后我们看到他出口的结构 转而变成比较是高单价的一些像是电动车 新三样这些项目 所以他的出口 还是不断的增加 但他现在就是国内的房地产的价格起不来 然后呢国内的消费 也起不来 不过换言之 新的消费形态出现 以前是不是太过于热情了 太过于乐度了 不需要这么多的一些奢侈品的这个消费 对不对 奢侈品的这些这些品牌 百分之四十五成以上 都是在中国大陆 你有需要这么多奢侈品吗 我都买不起了 对不对 所以 我是觉得其实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做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转变 不要拿过去 我们回到过去 美国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过去 一个新的形态 但是呢 现在他这个 经济刺激的这个作为 我觉得应该 还是会有一些效益 因为最重要 还是你这个体质嘛 你出口好 那你现在 这个人民有钱 大家消费形态改变 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看好 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是要 去建构一个 就是 这个互动的机制 因为现在真的不知道这两个新的未来 11月5号 剩下36天 那哪一位当总统 哪一个当总统都搞不太清楚 一个自己搞不太清楚 一个是自己很狂妄的以为 什么都搞得清楚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先建构现有的这个机制 让他在短期内维持下去 然后让彼此都知道 什么东西 是对这个中美之间 对全球 都有帮助的 大概在11月10号 到12号 习拜会 就会在秘鲁的 A派高峰会见面 不过那个是给他的一个毕业典礼啦 那我觉得其实 习近平人蛮好的 还是最后 最后给拜登一个欢送会 毕业礼物 对 那我想问一下 舰长你又是怎么看呢 我们看到 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最近又提出了一个新讲法 也就是所谓的中国冲击 美国对于 大陆的电动车 他提高了关税 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问题在于 他提高了百分之一百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还是比特斯拉便宜 所以 美国 有这个本事 让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进口吗 你没本事的 然后最后 你还讲一个什么 全球性抵制 没有 全球抵制的只有美国 以及欧洲这一些经不起竞争的国家 你才抵制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其他的 你确定全球南方全部抵制吗 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你确定 非洲都在抵制吗 你确定南美都在抵制吗 没有 只有 欧美国家在抵制 中国大陆的新三样 那至于说 我们讲到说 王毅说美方总不能以两副面孔 对待中国大陆 美国就是如此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见到了 王毅 见到了习主席 他讲的就是人话 他见到了 萧美琴 讲的又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话 不过我们要注意 王毅讲到说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 中美关系 其实从回巴厘道 然后通往旧金山 这个得之不易 因为黎巴嫩这边真的是 真打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 真主党的总部 结果造成了 六死九十一伤 同一天两度袭击 贝鲁特的南郊 所以他们就讲了 我们都直接命中要害 真主党的领袖 现在说被击毙了 以色列说他就没有办法在 威胁 世界 好可问题是真主党这一边 当然也不能软弱 说他们是射火箭 来回击 那以色列空袭 人口 稠密区 也就是呢 在贝鲁特 虽然说呢 是在南郊这一边 可是 包括了他先前 密集式的这个打法 也让很多的 平民 百姓受伤 妇女 老弱 来不及跑 现在呢 这个 房长 美国防长奥斯丁告诉我们 他事先真不知情 他说没有得到事先知道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通话的时候呢 其实 空袭是 已经开始了 然后他们讲法是 我们为什么会打的原因是 下面都藏有真主党的武器 才会是有 针对性的打 好可是 纳塔尼亚胡 这样就会缩手吗 好像没有 原因是他的部队又在持续 往北掉了 来看看这个画面吧 这是星期四的时候 以色列释出了多张的照片 说呢他们已经从 以色列的南部 往以离边境 也就是他们的北部 在走去 那甚至呢 纳塔尼亚胡 在联大演说的时候 他也很直接的说了 说伊朗如果 真的这一战 有来加入的话 我们绝对会打回去 而且呢他们还已经准备好 支持迦萨成立文人政府 说两方革屏要共存 可是 他讲这话 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在联大里头 那个画面 很尴尬 因为呢他正在讲的时候 就看到 很多人呢 就是帮他拍手啊 甚至还有人站起来帮他欢呼 但与此同时 更多的人其实是直接 站起来 你看看 往后走 就直接 离场了 很多人呢 没有办法 接受 他的这些 谈话的 内容 而在联大里头 及巴勒斯坦的总统阿巴斯 也有讲话 他说 如果有人离开 那就是 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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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占领者 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什么 他要成立文人政府 但以色列人 你们的军队 有要走吗 你们在我们这边已经杀死了四万多的使者 而且还有一万五千多名的儿童 他就想要问问到底你有没有办法会离开还是你其实想要留下来这话要说清楚啊 欧战同样是已经打到一个激烈点什么意思红军城呢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顿巴斯他一路的往这边攻过去 现在都在红军城还有库拉西夫的方向 也就是呢这个部分他们持续在进攻 在西南这边的也持续有个点他是持续在进攻的 俄军47次都是希望能够突破这个方向的一些防线 好每天发大概多少 大概有4600枚的炮弹两军直接对峙 希望把防线给攻破之后 整个他的 边境这边就可以往西来推移 直接就到涅布河这里了 而与此同时呢也看到了乌克兰 现在有F16战机 甚至呢 可能会被伏击 因为俄罗斯媒体他们讲了说米格31的匕首已经开始出鞘了 意思就是说呢 他们的超音速 拦截机 现在也会到前线这边来做出反击 乌克兰就会讲了你看你看你看他们厉害的东西都出来了 美国不帮忙吗 美国还真告诉你 我不帮忙 他说了 现在放宽让你使用长城武器 你是能扭转战局吗 不行嘛 而且呢 现在 在泽伦斯基他去联大开会 同时呢他到宾州这边来参访军工厂的时候 做了这一个举动 其实让很多反战的人 不是很开心 这是宾州州长呢他现在在 原屋的炮弹上头签名 好这一天的美国记者就直接的讲了 说那个炸弹要杀死 看我没有交战国家的平民 这个真的是 你想要的吗 杀害平民的人 他认为都是怪胎 中巴之间 其实呢现在有邀请各国一起来谈 乌克兰 王毅的讲法是他觉得应该召开一次国际 和会要公平的讨论 所有的建议 好这里面呢 欧盟没有参加 美国 没有参加 但是法国匈牙利 还有瑞士都派出了观察员 其实王毅想要讲的就是 这两个地理上面就是离不开嘛 那你现在要怎么办 和好是唯一现实的选择 但是怎么样的和好 才能让大家愿意和好 这个就是你 攻坚可以透过外交的手段 来进行 谈判的地方 只是呢 这件事情 你还记得吗 北溪案 好北溪案现在呢 说有最新内幕了 在俄乌战爆发之后呢 这北溪这个管线被炸掉 德媒爆料说 其实是乌克兰的潜水员炸毁的 花费了将近有30万美元 明镜周刊的报导说呢 这里面大多是平民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他们的情报部门来带领策划 总统泽伦斯基完全不知情 大家就讲 在要讲可能要和谈之前 又报出这样一个讯息 这当中有什么样的秘密 又或者是呢 在这个时间点 讲出这么久以前的事情 再拿出来讲这些秘辛 是想透露一些什么样的资讯 想要请教一下亮哥 您怎么样来看 我们从以色列这边来吧 他呢直接轰了真主党的总部 同时强调他们的领袖 已经被击毙 没有啦那个老大没有死啦 嗯 不过这个是大新闻没有错啦 就是 他真的就直接打贝鲁特那个地方 对 我觉得 拉坦雅胡他的想法可能是 他希望能够惹伊朗进来啦 那美国就一定会被卷入 所以他就是要闹大 闹大就是 让伊朗美国都进来 然后他避其功于一役 离南他就占领了 就不走了 是 那等于就是在以色列 北部 的北部这个 离南地区弄出一个缓冲区嘛 这个跟他 打加沙然后占领的那个 埃及的边界 费城走廊他占领之后他就不走 嗯 这两个都是违反国际法的啦 因为 离南是 国 那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在守嘛 然后 那个埃及 边界那个 费城走廊目前是埃及在守 那以色列都已经把人家打跑了 这个 实际上 我跟你讲喔 武昌喔 所涉及的战争 联合国很难处理啦 我们本来以为只有武昌嘛 现在才发现是武昌加一啊 加以色列 就以色列啊 就以色列随便他干 反正美国 到时候在联合国都帮他否决 是 所以只要阿拉伯周边国家 没有一个 足够的军事力量能够抗亨 他就恨行无阻啊 所以这个在外面讲一些什么 我们是不是外交介入啊 那都没有用啊 都没有用啊 我跟你讲外交什么时候才能介入 就是你要有军事当依靠嘛 那如果你的军事力量进不来 或者你根本不想进来 比如说这里面谁有力量进来 我讲白了啦 就是俄罗斯跟美国嘛 我讲白了 连中国道路都没有能力进来 对 因为俄罗斯可以透过叙利亚进来 对 可是 显然他也不想啊 那这样就没有对手嘛 所以 这个就要符合战争规律了 就这样你要等到大家打累了 才有得谈啊 就是他战争一定要打到一个阶段 打不下去 打不下去了才有得谈 这个很残忍的 可是战争的规律就是这样 比如说俄乌战争 就一定要等他打完了 打到俄罗斯想一想不想打了 那那个时候 那个谈判的方案就会出现 那以色列跟黎巴勒这个还早了 我认为他现在还处于啊 你是一个只有八九百万的人的国家 你周边的穆斯林超过四亿 真主党跟哈马斯 永远都不缺 这个心血投入啊 你只要加以时间 人家又又活过来了 然后又要再跟你打 我觉得真正原因是因为阿拉伯国家不团结嘛 有钱的阿拉伯国家 请问你们在干嘛 你们有真的去制裁以色列吗 连经济制裁都没看到 就是 我有让你抛头如撒热血 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行动 来请教一下帅向军怎么观察 这个 我觉得两个讲的没错 旁边号称那么多阿拉伯国家 有钱人比穷人更怕死 何况卡达阿联酋这种根本人口就很少 我到那边去看全是外劳 对 而且还有的约旦还亲美 约旦还是回教里面 地位很崇高的 他是当年是个穆罕默德的后代 所以阿拉伯国家真的能打的是 伊朗呢 陆海空三军都用不上 空军比不过以色列 我早讲过以色列是全世界空军最狠的 而且 战力最强的 那 伊朗的空军 飞不过去 第二个 陆军根本走不了 上千公里去打 所以他只能透过 叶门 给一点飞弹去打人家这个红海的船 给叙利亚 给这个 在伊拉克里面偷偷运一点东西 去给真主党 那以色列的态度很清楚 你 真主党没事巴士就给我打个火箭弹 那你的火箭弹射程也不过几十公里上 一百公里不到 那我把离南往前推 往北推 我把你打出一个足够的 安全的这个战略空间 战略安全走廊 那我才能够安定 而且他选择时机 你拜登 不选了 民主党跟共和党选到11月 就任到明年2月 他充充足足有六个月时间 给他施展球拳脚 左边解决哈马斯 右边解决 真主党 这是纳坦雅胡打的如意算盘 他今天走到这一步 退此一步 既无死索 他要下台 他马上就没得混 那不下台 那我就趁这六个月 把所有问题解决了 我还是以色列的英雄 这个算盘是这样打的 所以 黎巴顿这个仗很惨 以前 他的首都贝鲁特是一个小巴黎 很漂亮的一个城市 今天被这样打 你说 珍珠党能打吗 珍珠党 手上的火箭跟飞弹 都不是很高举的 所以 每次喊报复 打得特拉维夫的上空 以色列老百姓等于看一个烟火秀 铁拳 铁琼 大卫 投尸者 爱国者 还加上美国的 神盾 那天空一片烟火 打不到几发 而且我们看 珍珠党的这个火箭 弹着点 那个照片看起来 零零落落了 没有一个重大的建筑物 在田里面哪里打 所以他精度不够 第二个 如果以色列发动步兵 战车去攻击的话 珍珠党没有重武器 珍珠党只是 黎巴嫩中间的一个党派 所以其他党派 也不见得是 要挺他 所以这个问题 阿拉伯国家的团结 蛮悲观的 我们从历史上看 当初六日战争 就是这样 我们中华民国 还派了一个战略院长 去指导他们的战略 没有用 团结不起来 所以这个 下场黎巴嫩很蛮惨 第二个 我们看 莫沙德的情报 做得实在太好了 第一个 差不多你的集会 干部 在哪里开会 他可以轰炸得到 前面BB扣那件案子 把黎巴嫩所有 珍珠党的重要干部 打伤很多 前面搞掉三四千人 死伤 后面这次轰炸 也搞了两千人 所以 你要说 珍珠党有没有能力反抗 我深表怀疑 顶多 俄罗斯给一点飞弹 但是我跟各位讲 飞弹 解决不了战争的问题 顶多打坏几个城市 但是 没有陆军占领这个 疆界 才有用 所以乌克兰也会打到欧瓦河 他有一个天然疆界 这很早以前 我们按着地缘战略 来判断就懂了 是 好 请教一下严老师怎么样来看 我觉得这种中央战争 大概现在 当然美国是希望他能够 不要再扩大 在这个 特别在选举之前 但看起来 纳唐亚胡就是准备 要全面性的跟 所有 挑战他存在的这些 组织都要对抗 除了这个 我们讲哈马斯之外 可能这个 在叶门的这个 他可能也会以后 打进叶门都不一定的 就是然后再加上 在这个 尼巴嫩的真主党 然后再加上 背后的伊朗 所以看起来今天 这个 以色列的 就是已经撒红了眼 绝对是要 把所有他认为 这个是潜在 会对他造成有威胁的这些 潜在的这些敌人 全部都要灭掉 但是呢 也不可能消灭所有 我还是套一句 我最爱讲的一句话 只是当这个 卢安达发生这个 种族灭绝的时候 那 有一些糊涂族就 问这个 筷子手 说你 他们好几百万人 你们真的能够 杀掉他们吗 他说 Why not 他说我们已经 Halfway there 所以 但是你就知道 今天 不太可能 你全部 然后你就 创造出更多 未来 为了要报仇的 这些恐怖分子 所以以色列 等于是为自己 现在 处理掉敌人 可是未来的威胁 可能会更大 而且 阿拉伯的后裔 这个人口是越来越多的 我不相信 他们不会 把这个东西 算进去 所以这是以色列的问题 那当然在以色列 现在我们看起来 在联合国会被孤立 那既然你 美国都不喜欢 联合国 为什么 以色列跟 跟美国 干脆不退出联合国算了 你也不 真的是 因为联合国对你们都是批判们 都是通过决议 如果说今天美国没有 祭出否决权 譬如说在大会通过的决议 那个比数是非常悬殊 都是10比1的比数 那你今天就表示你这个国家 我不相信 一个国家 就是说因为大家畏惧于所有的强权 然后 就不敢来 好像就是来谴责你 不会啊 这么多国家 今天谴责你 就表示是说 他们也不怕美国了 然后投下这些票 那有一些 我们讲说 你看这个上次要求 以色列就是处理巴勒斯坦的问题的时候 整个欧洲只有捷克一个国家支持美国 跟美国站在一个立场 然后那十几个国家 一看都是太平洋岛国 你去晓得美国跟以色列 你们已经变成是非常孤立了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今天如果包括乌克兰也好 今天 有很多的和平方案 大家推出来的时候 我也觉得应该要见好就收 就是应该就是 包括俄罗斯也是一样 包括 泽伦斯基任赔杀出 包括这个以色列也是见好就收 不要再创造更多的这个困难 我相信美国不愿意再看到这些持续下去 因为美国人也讲 当你这两方面都有战场的时候 美国自己是很想对付中国 他没办法全力对付中国 好 再来呢 要带你来看到的是什么 是这个叫 建宏 赶紧跟上 什么意思 昨天 是不是昨天 这星期 这星期 几乎所有的微博 大家都在讨论什么 讨论股市啊 赚钱啊 同学 醒醒吧 来看您看到 触底反弹 还真成真 我还记得呢 在年初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讲说 哎呀股市怎么那么难做啊 特别在对岸这边的一些朋友 或者是呢 你本身有在大陆做投资 经营入股的朋友 结果现在这个一反弹 不得了了 这个星期涨幅高达百分之16 2008以来最大的单周涨幅 获胜指数的这个涨幅呢 现在让 彭博社怎么讲 他说这个叫疯狂的一周 带动了香港的中概股 指数也上涨了 2.5% 创下了2018年以来 最长的连续涨幅记录 你会问 消息面在哪里 当然 就是在 我们的中央啦 央行 降准发威 好所以呢 在 这几天 据说 对岸的股市开户 不但明显激增 甚至很多人 还是愿意排队 一个小时 就为了线上 要开户 那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呢 其实在习近平他亲自去主持这个中央政治局会议里面表态 要努力来提振资本市场之外 他们的三大巨头银行也马上祭出了17件要来提振中国的经济 不但是降准同时的资金他们也开始发散出来了 投放了大概有4.5兆的资金 好这一些呢 对于所有的投资者来说 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想进场的 动作 就要快 原因是因为呢 他们现在还要发这个2兆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一堆的刺激政策之下 就连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相关ETF也创下了 两年新高 譬如啦 阿里巴巴下上涨了 3.1% 京东的 则涨的 3.9% 好比较多的是什么未来汽车上涨了6.2% 或者是Bilibili上涨了5.4% 等等 那这一些高盛就讲了未来都可能 是在美股 之后大家在看有可能会有一些的 修正等等 这个他们称作 金融指数 过去呢4天飙升了19% 未来会变成了他们一个重点的对象 那为什么一直在讲说现在大家 很激动啊 原因是因为这一位最近很红 叫上海的 爷书 他就直接告诉你了这个叫 国家给你机会我们听听他远话 这是国家又只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你扎不住 那么你这辈子 特别上了年龄 50岁60岁 你就这样 你 再也没有机会了 因为再来机会 就是要做 何年何月 你已经七老八十岁了 好你会问他是谁 上海爷书 最近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他上个 星期的这个直播 里面的一些的内容 包括什么 包括说呢 要买真正的技术含量的龙头公司 然后中信证券要修整 然后上海A股 9月底说会看到3300点以上 等等 这一些被大家说他是预言家 所以呢现在那个感受是 你从微博这讯息就知道吗 什么A股从反弹走向 A股暴涨啊 等等 这一些大家开始在讲 连大妈那个 找厕所大妈 现在每天也都说我赶快要去开一个户 那种感觉就是全民都是在拼经济啦 要好好看这道 好可是 这个国家 也来中国拼经济 就是澳洲 澳洲呢现在来了 他是 来了一位他们的国库部 部长 谈什么呢 谈中澳的战略经济对话 这其实呢也是2017年之后 再一次来对话 中间那几年状况 真的不好 现在对话完之后呢 澳方这边也讲得很直接 有没有可能啦 我们圣诞节前 龙虾可以 好一点点 取消一下我们的这些限制 让我们能够互利共赢 那目前呢他也说了 你们的这些刺激措施 其实也可能会让我们很好 原因是因为彼此之间 大家都还是整个经济体 希望能够一起带动嘛 至于在中方这边呢 现在他的做生意 已经从一般你可能想象的 贸易呀 海产呀水产 他们开始卖飞机了 这是来自巴西 巴西的这一家公司叫做 道达尔航空 他们呢说要来跟中方 买C919一次 买4架 同时呢他们还要协助 C919在巴西这边 获得认证 而路透社的报导是说呢 其实在他们巴西当地的 部长啊等等已经呢有表达意愿之外 后续呢他们还会 在持续提供 比如说中国商费间的谈判 然后呢会有一些融资 具体的作为 慢慢的会出来 希望明年3月就可以来交付 C919到巴西这边经营民航事业 这次整个都是经济 最重要的就是老师 要听对人 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样来看 触底反弹 这个真的是这个星期 所有在对岸 又或者是呢 有在玩 入股的人 大家都看到之后说 哇 真的反弹 没跌破2700 我就叫你进场了 老师在讲 我没有听丢比 不过我跟你讲 我不相信有人 2700抱着一直到3085 没有走 都没走 我不相信 所以 股票都是这样 其实你看到大妈进场 你就要准备卖了 这个就是差协同理论 如果差协同都准备要去开户 那就是要跌了 而且这个大妈还说 年底涨到3300 现在都已经涨到3085了 那到了年底不到10% 那他说月底啦 这个月底 他是说月底 他不会一直涨 他不会一直涨 而且我跟你讲他主要就是 主要是因为外资跑得太久了 所以急着回笼开户 所以很多都是外资 你不要以为都是散户 不是 外资ETF都要建立部位 所以就 投资银行 电话都接 手都接的软 都接软 是敲大单的啦 就是敲大单的 就是他要建立部位 所以 那这一波当然是因为 他是三管齐下啦 他不只是股市 而且还有货币 那还有财政 所以三管齐下 可是这个要持续 还是要看他有没有反应在消费上 因为我跟你讲 货币现象 财政现象 还有 比如说降 存准率等等 这个大陆以前都试过 那到最最终 消费还是没有上来啊 然后那个 民间企业的信用贷款也是没有上来啊 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对经济乐不乐观的问题啦 是 中国大陆真正的问题是 消费低迷 投资低迷 所以他不得不用国营事业来带动 就投资嘛 出口是量力啦 可是 就是有一些特殊的项目 可是我们知道GDP是三头马车嘛 那个出口是没问题 投资 对不起大部分都是 公营部门在带动 那另外一关就是消费 消费非常弱 那这个当然跟房地产有关啦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转到 消费 开始有 复苏的力道 然后 民营企业愿意投资 那时候股票才会继续涨 涨破三千五百啦 含到三千五 这我有点心脏 可是有两个前提喔 好有两个前提 我们先听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来说 好我们刚讲到 在经济股市这一边看起来大陆好像一片亮好 可是呢 刚刚有不同看法 比如说亮哥就有不同看法 请教一下将军怎么来观察 亮哥的看法 这就是他一片大好里面的阴影嘛 现在五元 基本问题没有解决 你的银行 敢不敢贷款给中小企业 你中小企业 有的贷款才能够 当然 吸收这个 他也要有中小企业愿意申请贷款 对问题是 中小企业要看到希望才会申请 这是相互关联的 因为这么多年来 中国大陆对金融的管制 都是国营企业 才贷得到钱 对不对 其他人颁不到钱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还有一个消费的问题 中国人向来很节俭 存了钱不是买金子 就是往银行存 所以你看 据我了解 这个工商银行是很大的银行 在香港的工商银行 一毛钱赚不到 国际商业 玩法完全不懂 耍不开 他就是靠大陆的存款 因为 金融也要靠技术 跟外面接触的 这个人才要多 所以中国大陆的问题 这个是 每个县市政府的 债务太重了 我们看一个 平乡 穷乡屁 里面盖个白宫 对不对 还有什么 当成百万村 盖了真是 比台湾的豪宅还漂亮 一下就破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的财务结构 这个 有钱的搞关系 搞关系再去搞 扣打扣打 有去卖 不是正常的 经商 所以 大陆经济要起来 就看他这三管齐下 能不能对房贷 那个 问题能够解决的话 可能还要个两三年 你怎么看 中澳之间的这些战略对话呢 因为呢 这其实呢 在整个国际局势上面来说 也是蛮重要的 我们先进广告 等等回来 也要请廖老师来帮我们解析 刚刚有提到 主持人在这个广告之前提到这个 中国跟澳洲这个重启这个战略经济对话 那我想澳洲当然最近在 这个战略上面跟美国一直走得很近 可是澳洲里头也有很多 反弹的声音 觉得说 这个跟这个潜艇的这个计划 整个完全被骗了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 对澳洲来讲他们 尤其是 包括以前的首相 Kitting 他们都都讲出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不平等条约 那现在看起来澳洲想希望有点平衡 那中国大陆的经济虽然不是像美国这么大体那么大这么强 但是也跟美国当年有点类似就是说如果美国的经济好大家都好 全世界都会有些帮助 如果美国的经济不好大家都会 我们以前讲 美国 打个喷嚏 日本就已经感冒了 然后台湾已经得到肺炎了 那现在大陆可能也是一样 大陆的经济不好 对全世界也不是好事 对